中午11点多 三重龙门路发生了连环车祸 肇事的小货车 疑似是失速冲撞对象车道的女机车骑士 接着冲向了路边停车阁的两台轿车 三台车撞成了一团好像跌罗汉 令人遗憾的是 被撞的女骑士当场伤重不治 中午11点多 一米年约30岁的女子骑着摩托车 正准备要用完 没有想到就被迎面而来的小货车 揽摇撞上 连人带车的飞了起来 重重帅落路边 伤势相当严重 而失作的小货车 似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直直朝着停在路边的轿车给撞上去 蓝色轿车整个被撞飞起来 压在后方的计程车上 三台车撞成一团 叠在一起就好像三明治一样 货车抱从过来 然后就蹦一声 然后后来骑近一点 那个女生趴在地上 女骑士伤势严重 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车祸现场三台车更撞成一团 蓝色轿车硬生生的被撞离地面 压在计程车上 车头全会 前轮轮框也全都变形 小货车车底还压着摩托车的残骸 其他机车也几乎就要解体 大马路上碎片散落一地 可以想见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大 这精神状况不清楚 但是当场有做九车 九车只是零 车主表示当时正在赶时间 要闪前方的摩托车 一时恍生才会开到对象车道 造成这起意外 监视人也仔细搜证 就连小货车的李李外外也都不放过 就是希望能早日离心造势原因 确认责任归属